古金山他从一个农家子弟17岁参军 一步步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中将到总红协部的副部长 几十年来他本身成长的这个崛起的经历就是一部传奇 据说古金山本人非常聪明伶俐很会来事 公关能力极强 同时呢办事非常踏实 有眼力劲 就是领导是交代个什么几天底不睡觉 他就很棒 但他另外一些他的熟知他战友眼里觉得 他就非常会来事走上层路线 不是踏实干活等人 但是有一点古金山的经营能力和行动能力 和公关能力情伤确实非常高 那么我们说古金山很可能是军中 这次就习总我们叫重点治乱 重要一个试金石 他恐怕撞枪口上了 那么习总很可能在军中的断的第一个腕子 壮士断腕 那恐怕这次就轮到古金山 据最近联组做一系列报道的 这个就刚刚我们前面说一系列报道的记者 他编辑手记 他叫什么叫迟到了喜悦 这记者其实在2012年年中开始就已经去采访 花了很长时间 一直到2013年的稿出来 但是一直到2014年最近的稿才出来 他就说我已经等了真的一年了 然后他就到了河南省浦阳市的古金山的老家 那叫东白仓村的古市家族 他就发现啊 就是到了古市家族站那个房地产 那整个的住在院子 连他一个城里人都没见过 如此宽阔无比的这个房地产 说当爬到浦阳城的这个商场顶楼 隔窗俯瞰 气势恢弘的将军府 我们知道就是已经报道 他在北京CBD 这个CBD核心区有一个将军地 那么在河南老家有个将军府 那么据说呢在这个河南浦阳市区呢 又有古军山父亲的烈士林园 战地恩母 有当地的这个军分区的战士 日常还是打扫 那么每年清明 古军山都会就哗一大堆人马来 来进行扫墓 就说古市家族的产业 在整个河南浦阳城啊 是这个建了太多 因此在那我们就在想 当记得写的首期说 这个这篇文章已经藏了一年多 现在突然啊又被放出来 那么在这个时间点 联想到这家媒体的本事 这个相对关联性啊 所以我们就可以推测啊 古军山将军恐怕啊 这已经要出山了 那么古军山呢 他被查已经是有两年了 那么应该是两年前春节前 大概也就是这个时间 那么当时的坊间海外媒体就说了 说当时立足把古军山拿下的 就是当总后勤部的政委 解放军上将刘元 那么刘元呢 在军委一次会议 就说像这样的干部 这样贪腐的要不拿下 就无以对待江东父老 无以对待整个解放军广大的将士 那么据说呢 当时也是赢得了军委领导的一个认可 当然了 刘元是他有他的底气 但本身拿下这个古军山啊 却有相当相当的这个艰难 那包括古军山案件查了两年 本身说明这里面的这个 很多很多这个 很不容易的事情啊 那也有待于后面媒体在一个进一步公布 那么作为这个国王大学有教授工方斌 他就说了 古军山和他的前任啊 都出现犯罪 就指的当时的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副部长 王首燕 海军副总司令员 副司令员王首燕 也类似因为军产问题出现了很多这个事情 那么财新嘛啊 他图解了个土军山如何步步崛起 他从农家子役到空军 到新兵啊 到总后勤部副长 到少将 到了这个这个中将啊 那么整个本身的提拔 如果没有背景化 提拔也能堪称神速 那么我们知道古军山 他在河南濮阳有将军府 他的弟弟叫古宪军 他弟弟据当地人说 本人很闹啊 很弱 但后来呢 也是整个做当地的这个生意做得很大 自己家养了狗啊 请了武校请了搭手等等 那么最可见可点是他这个将军府 注意这将军府是手枪型啊 那当地叫故宫 真是从故宫设券请工程师来设计 而且请的当时的化工来进化 每天是三千元人民币的报酬啊 五六化工干了三个多月啊 那这个地方还发出了什么 发现出了就是纯金的毛主义像啊 还有纯金大船 浴室的一帆风顺等等等等 总之啊 你难以想象个土豪将军 那么再介绍这个古家的整个的古家王国在浦阳啊 啊 那他弟弟经营了很多年 这个财富可以说遍布浦阳城 据说这古军山每次回老家啊 都是要坐专机飞的开封 然后警车开到风车电车 所以整个在这里面啊 是很有意思 当最后一点就说病逝于1990年 古军山的父亲啊 那在浦阳市区给他做了这么一个陵园 做陵园以后呢 并且还出了本书啊 就是把他的父亲写成一个革命的这个前辈和革命的烈士 那么就古军山强调自己是什么 是这个红色的血统 甚至他给新平讲话说 说我父亲是周总理的这个警卫员 那么他之所以强了自己的这个红色血统 恐怕他位置不仅仅想说当个总后的副部长 或者一个中将啊 到此为止 恐怕还有更大一个政治野心